今天大概在好多年前 是在哪裡買的 也是在台灣 就是一個朋友介紹 他知道我有在收藏一些東西 他說一個點綴這種東西 因為我有買一些小點綴的 那一種中飾品 它這是一個帽子 春銀流金 這是一個帽子 他們說是清代的 但是我一直認為 這種應該是民宿 有人去做出來的一些 屬於一些比較 官喚人家用的 官喚人家的婦女在戴的 貴族 就是貴族或官喚人家用的嗎 他說它是銀智然後在流金 可是我們沒有辦法去把它說 這裡做金屬的這種測定 這是銀流金的 形製 它的工藝 去判斷這樣子 好 當時買了多少錢 45萬 貴耶 因為我有買了兩頂 兩頂我都買下了 所以你兩頂都買了 對 很漂亮 這是鳳凰 這上面是玛瑙 兩個人在商量 這上面到底是什麼寶石 你有研究這上面的寶石嗎 這不是玛瑙或什麼的 大概是玛瑙 對 玛瑙 那每一根都天然是天然的羽毛 對 天然的羽毛 它都黏上去的 不容易啊 好小心喔 所以光這個工 就非常的細緻了 是 教授來 請見價 30萬 但是呢 我們估的這個價錢 我們還要說一下 我們估的是連這個桌子也是估的 是 這個桌子是老的 老的嗎 但是這個帽子不是老的 是 這是大陸他們做的複製品 近代的複製品 就是現代的複製品 當然工呢 是蠻好的 加上這些點綴 那上面這些瑪瑙 瑪瑙基本上材料不會很貴 對 那是我知道 那這些工基本上還可以 可是這些工呢 都是現代工 是 現代工 包括這個戰工 就是柯的這些工都是現代工 是 如果在古時候是誰在戴呢 皇后吧 因為鳳嘛 是皇后 就是鳳皇嘛 所以如果是古時候是皇后在戴的 因為這個東西主要是你點綴的這個羽毛 它材料也蠻貴的 這樣子 那上面這個溜金呢 應該不是正的溜金 不是古代的那個溜金 是現代做的鍍金的 它不是真的金子 所以 顧的價錢只是顧它的工 跟那個點綴的這個東西 因為點綴那個羽毛材料是很貴的 我們現在看圖片 好 這個就是點綴那個翠鳥的羽毛 是 從這裡拉出一根一根 再把它修正好以後貼上去的 真的很漂亮 這是翠鳥 翠鳥你看這個相機的鏡頭 翠鳥就這麼小隻而已 是 所以它用的羽毛 背部這個羽毛不是很多 所以你用它的羽毛的時候 也不能用到死掉的羽毛 是要它活著的時候去拔起來 羽毛才會漂亮 所以很多的衛道人士就會抗議說 這樣是殘害動物 所以翠鳥現在就是也越來越稀少了 所以很貴了 是 現在這樣 這就是這樣貼上去的 一根一根的羽毛把它貼上去 這是把它放大給各位看 這些就是點綴 點綴 就是一根一根 這是古代的技法 專門放在那貴婦人的首饰上面 是 這上面都是點綴 那你可以看到上面的這個珠寶 你只有瑪瑙 可是它各種各樣的寶石都有 所以它是很珍貴的 所以主要是那個點綴 是 所以還是有它的價值在 是的 我還是喜歡這個東西 蠻漂漂亮亮的 漂亮 好